再過來兩人就按照網絡要來 但是我隨身相反中的都可以 我們現在從最早的閱讀經驗開始談起 因為您剛剛在錄影片的時候也有提到 最早看的是數理邏輯 我覺得這部分還蠻特別的 因為一般的閱讀 大家的閱讀好像是不會從這個地方入手 你可以先聊一下你入手 入門的閱讀經驗嗎 對 我很小的時候 因為家裡就有很多數學相關的一些書 那好比像說有一本叫做《矛盾幾景》 講的就是各種各樣子的邏輯上面的矛盾 好比像說 《阿吉利斯追不追得上舞歸》這一類的 所以嚴格來講它有一點像是繪本 因為它裡面有一些插畫 但是它又主要是在講數理邏輯的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對於時間時間的隔切分信等等的這些觀念 那再後來的話大概也會看到城市設計的書 那城市設計的書就讓我發現 我只要掌握住有邏輯的部分就好 算數的部分可以交給機器去算 大概是這樣 所以對你來說 那個時候你的年紀還很小嗎 等於是你也還在摸索自己的興趣是什麼 喜歡的部分是什麼 所以等於可以說你是從閱讀再行出你自己的性格嗎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因為我爸媽都非常喜歡書 尤其我爸就是他大概就是發了薪水之後就會一直買書 那他不一定有空看完啦 那所以我就是在他還沒有那麼有空看完之前 有一個習慣就是先把他新買的書都翻過一次 那個真的太雜了 對那就是在我看不懂書的時候 我已經很習慣被書所環繞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ok 早期就是在家裡閱讀的狀況 對 那這個部分在家裡可能有比較疏離邏輯 沒有 但是我爸媽也說什麼都有 就非常的雜 ok ok 那到了學園 您有說過在學校可能跟不上大家的分 因為說大家跟不上你的思維 然後可以到圖書館去閱讀的時候 那會不會有意思的去尋找什麼樣的作品 那也不是啊 就是因為當時我已經知道時間會分類了 那所以我就會大概都看 就是會很有意識的大概各種書都會看吧 不會特別去覺得說好像只要看哪些書 我說被數理邏輯所吸引 純粹是因為有電腦 那電腦它當時只能幫忙去計算算數的這個部分 電腦當時的個人電腦對於邏輯是特別在行的 它不像現在的電腦是你想寫一個故事 寫了一小段之後它可以幫你把整本寫完 要是我小的時候會有那種電腦 那當然可能數理邏輯就不會是 完全是電腦幫我算的部分了 不然還有剩下一個部分 因為你很小的時候看的書就已經 你聽不太確定你看不看得懂 那你在閱讀的時候 還有什麼東西是能夠刺激你的嗎 你能夠刺激你的想法在學學時期 對 我覺得大概分成兩個方面來講吧 一個是說如果這本書裡面它講到的事情 是我的經驗以外的 那我會想要查字典啊 或者是去看參考書啊 想要搞懂那本書裡面所提到的 這些對我來講很陌生的 一些人是十第五是什麼 那這些當然大部分是翻譯的吧 對 那另外的就是剛才講到 就是如果這本書裡面 所講的那一個數學啊或者邏輯 或者哲學那個道理太過複雜 以至於說我那時候 腦裡沒有辦法完全理解的話 那這個也會特別引起我的興趣 就是你心像你第一時間看的時候 是屬於未知 就是陌生或者複雜的 那這對你來說是你渴望的 對啊 是是這樣 就好像有些人會解那個速讀那種謎題一樣嘛 就是越複雜的它就越有興趣 對來越複雜越讀 就要讀越多的時候是不簡單 對啦 是這樣子 OK 那我們繼續廣告的另外一部分 就是你流很長的時間 是在台灣以外的地方生活的 那就這個部分來說 你說網際網路嗎 是啊 有什麼樣的閱讀 或者什麼樣的書籍 是能夠讓你從文書裡面出認識 所謂的 嗯 其他的文化 或者是民族意識 這樣子的東西 我可能沒有 從來沒有認識過民族意識 那到底什麼東西 或者是台灣 OK 台灣不就一群島嶼嗎 就一個地理名詞 那家鄉這件事情 我沒有什麼 我家鄉是在網際網路上 就是那個at符號的後面 那可以聊一下 就是關於翻譯這件事情 其實你也有 談到說 就是你早期的 看你的閱讀 大部分都是翻譯文學 所以 意思是台灣比較少文學 能夠吸引到你的嗎 嗯 對 確實就是說 像你剛剛說 對於民族的了解 可能我看 精靈寶鑽 或者看魔戒 的時候 因為是用英文看嘛 之後才有翻譯的 對 那當然也許我形成民族意識 覺得自己是人族 因為裡面有精靈啊 矮人啊什麼東西 對 但是那個畢竟是一個 奇幻小數的一個框架嘛 它並不是一個 傳統上面 所謂的 就是人跟人之間 先分成不同的國家 國家裡再有不同的 國族啊什麼 這樣子一些建構 它比較是 Token想要 幫他的文化 找一個創世神話 所以 弄出來的一套套等等 所以 對我來講 當然就是我 並不是透過翻譯了解 因為我看的時候 是以他創作的語言在看嘛 我是用英文在看 嗯 我們那 這剛剛其實是有兩部分 對 第一個部分是 您看的大部分都是 對不起 我剛剛不應該說翻譯文學 對 因為當時還沒有翻摩家 對 就是國外的 國外的一些作品 新文作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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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說是因為 台灣比較少 就是這樣 能夠衝擊到你的作品 是因為 那個時候 因為現在台灣的回去 跟當時台灣學生長 已經不一樣了 那你有沒有回信 那個時候 你找不到有這樣子 對你衝擊性的 台灣這個作品嗎 嗯 我想家裡也有很多 好比像說像 羅大佑 我是從非常小 可能有記憶一開始就在聽嘛 那他的那個也足夠複雜 裡面也有非常多 像 其實我一開始會學到類似Rap 可能就是從現象其實耳邊啊 那個時候 或者是一些他意境相當深遠的啊 這個稻草人啊 未來的主人翁啊 這些 即使你秋調的音樂 他也算是文學作品吧 應該算吧 對 對 那所以 那個當然也是非常的讓我著迷 但是 因為你剛剛講的是看書 而以我的理解 羅大佑的歌詞 本 好像不能算成書 對 但是是一種閱讀 但是不是一本書 對 對 那 因為你本身也是非常在訪 就是在訪 你有說過反正對你來說是一種興趣 嗯 就是可不可以就這個部分 我們聊一下你最近 可能就 興趣上翻了一些東西 你印象很深刻 我們聊一下 對啊 其實 好比像說像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活動 所以我才去回去看說 原來 Finnegan's Wake 就是台灣這邊的中文版 已經有人翻出來 就是那個 《最深夢史記》嘛 對 那在那個之前 只有簡體的那個版本的翻譯嘛 當然兩個都還正在翻啦 還沒有翻完這樣 那 然後 那我自己當然也有翻一點點 但是就是 真的就是最後面一點點而已 那我想 Finnegan's Wake 是我 大概從 二十 出頭 可能二十不到就碰到 但是二十出頭是 就是 花比較多時間的 的一本書 那 這本書 沒有 就是投入想要把它看懂 因為要是以 就是 又複雜又未知來講 好像很少有書筆的 上Finnegan's Wake 對 那 所以當時就對這個是 非常的有興趣 當然 後來就發現說 像Finnegan's Wake 那種寫法 在台灣也不是沒有人這樣的寫 好比像說 像被害的人 就是用這樣子的方法寫出來的 王文欣的創作嘛 對 那所以 就是 後來可能是因為接觸了Joyce 所以才去看說 原來在台灣也有人 像他那樣子的在寫東西 這樣子 那這個是最近的記憶 因為你們的這個活動 所以 我有把就是 Finnegan's Wake的翻譯本找出來看 所以 這是 您最 印象最深刻 那 有 就是你開始 就是想試著看看 翻譯的最初的這個 就是 就是Finnegan's Wake 就是Finnegan's Wak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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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可以跟我們分享 更細緻的 細緻的分享 越多是 越多的一些感受嗎 OK 你說 看Finnegan's Wake 越多的感受嗎 只要 越多的能力 對 對 因為其實 Finnegan's Wake 它的結構是 一個循環嘛 就是說 它是 literally 是說不完的故事 就是是看不完的 那 所以當時就是 我對於這樣子的 創作的方式 覺得很著迷 就是覺得說 好像 它並沒有一本書的 開始或結束 你在任何一個地方翻 都可以是開始 也都可以是結束 那它 紀錄下來的東西 也不是一個劇情 它簡單 它的劇情 如果要講一個劇情 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故事 但它等於在這裡面 好像在 人在做夢一樣 就是你碰到一個情節的時候 自己就胡思亂想 想到一大堆 別的相不相干的這些事情 所以這裡面有大部分的 好比像說 它牽涉到很多別的語言 什麼 又是未知的 又是我 就是要花很多時間 才能夠搞懂的 所以等於是說 它本身是 略似像 樂譜一樣的東西 然後它做出來 這個曲調 你要先了解到 很多很多先輩知識 這些曲調才發生意義 那所以就是有非常多的層次吧 那在翻譯上面 當然你策略上 你可以試著說 我們用漢字的形音譯 把它翻出個大部分 那或者像最深夢史記的 那位老師的翻譯方法一樣 就是它把本來是一段話的翻成三段話 然後把它的三種閱讀側面 都翻譯出來 等等有各種各樣的做法 所以就對於一個翻譯者而言 他就是每一個人來翻 一定都不一樣 而且每個人的生命經驗會決定 他翻譯出來翻成什麼樣 戴從龍老師的 就跟我們這個台灣這邊的版本 完全不一樣 看起來就是根本就是 有時候情節有一點重疊的兩本書 那對 所以我是覺得現在像用字選 等等上面 它就有點像是有些人會去爬高山鍛煉體能 但是知道自己爬不到頂的那個狀況 對 您最近有這樣子的經驗嗎 就是想要試著把興趣一樣翻某一個句子 然後找到一個你平常不太會用的句子 或者自己自己的經驗 其實是反過來 就是說我們本來有明英工程這個講法 對 那但是直接用英文講 Memetic Engineering 那就沒有人聽得懂 覺得好像是某種工程學 對 那所以後來就 就有一天睡醒 就把它翻成Humor over Rumor 那因為三鴨 所以大家都記得了 這樣子 所以就是這些比較短的 比較小的 那同樣的就是 這種東西就是很多的 但是大概都是非常非常短的 嗯 就是詞彙上 對對對 嗯 好的 我們想要 剛剛講到那個 對 對 對 關於您所認識的 我們比較常的書本 對 就是你最常會覺得認識 對 就是你最近看得比較印象深刻的 可以跟我們聊一聊著 或者是你比較喜歡 類型的 像我剛剛就是我們從音樂來談 這個部分也很好 對 就是我們會不限於 紙本這個部分 對 閱讀也可以是 一面唱一面讀嘛 對對對 OK 對 那其實如果要這樣講的話 我想羅大佑還是影響我 可以說是最深的作家 如果我們把它叫作家的話 對 那因為 就像說 像SARS那個時候 他有一些伴侶嘛 就是 首先是不知被誰放在一起 然後在尋找遊戲局 有自己把被人看 像病毒遊戲 這些 但是像他現在重新編曲 然後重新配給MV 再來一次 就是我們SARS 2.0的時候 再來一次 那些字 因為我這一次 有參加防疫的工作 那我當時SARS的時候 並沒有參加防疫的工作 完全一樣的字 是有非常不同的體會啦 對 那所以我是覺得 它算是影響我蠻深的 然後 如果是到我的 就是首頁 就是OGT.ORG 那可以看到我翻譯一首 陳一文的詩嘛 叫《向用忍住碟》 那他的詩集也是 應該同一個名字 對 那所以 那首詩我非常喜歡 是我覺得 很有 我剛剛講的就是 《Fighting Guns Wake》 你看到後面 就會有像就是陳一文說的這個 就是從 時宜進遷 容顏更改旅途的很久 我們回到 出發的房間 起點跟終點 繞成完美的環 的那樣子的一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那首詩 尤其是 就是這個層次啦 很能夠傳達出 有點像《Fighting Guns Wake》那樣子的感覺 所以 那首我翻 也花了蠻多時間 翻譯一文 來 有一個部分想要 就跟我們忘了 來 我們先不談月底這件事情好了 對 看過你還蠻多資料 對 你是很敏感於詩意的這個部分 是啊 那我可以說 就是 因為詩意有各式各樣的解釋 它太難直接講出一個明白 但是好像 對你們來說 又複雜又未知的東西來說 也是某種詩意 當然啊 當然 是啊 像生活中有 就是 我們不談閱讀的話 嗯 最近 我們學來閱讀什麼 有一點 在馬路過生活當中 您有認為是 一些詩意的瞬間 可以有什麼想法 其實像剛才 就是在攝影的時候 然後要我這個 橫躺著 然後枕在 這一個一堆書上 然後手拿著一本書 那然後我當時在 就是腦裡就 模擬一下那個狀況 然後就說 可是就是那樣子是 因為那樣子是 因為那樣子沒有辦法看著攝影集的 那個 那個角度是錯的 對就是 我如果要看攝影集的話 眼睛會扭到的 那個角度 對 然後呢 然後呢 那就是 那攝影師就馬上 好像 已經知道我要問這個問題 一樣的 就是補了一句說 那不用看鏡頭 這樣子 就是說 就是因為我只是 稍微說 可是這樣角度 然後說那不用看鏡頭 然後說你早說嘛 等等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是好像 是一瞬間 可能我們都只講了一句話裡面的 前三個字 然後就有一種好像心領神會的那種 那種感覺 所以那個瞬間 我覺得就是失憶的 就是失憶的瞬間是隨處可得的 對 好 我們接下來可能要花比較大量的時間 談一下您這次選的十本書 因為這十本書說實在 都不是很好懂 是嗎 是 真的嗎 OK好 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選書 那如果我 如果我就是簡單把您的十本書 就是分為哲學 正經跟 不正經 不是不正經 OK OK 不會 不會 很好 那我們先從哲學類開始講 好 好 請教你的道德經 國際哲學論 跟哲學研究 與真理 是的 您是從此打個年紀 讀到這些書 各自對您產生的影響 我們能夠簡單聊一下嗎 道德經一定是 我有記憶 家裡就有的 然後就是 當時我爸媽都在修道 練氣功 所以家裡有什麼太極蒲團 有什麼東西的 你怎麼理解到德經 他 一本是 去讀他的一本還是去 沒有 就讀他原文啊 就是 他 是怎麼理解的 我想 對 了解一下 對老實 就是 他必要道這件事情 你來說 當然 就是 對我來講 因為當時要了解到說 我並沒有什麼太多的社會的生命經驗 當時我年紀一定只有可能六七歲 六七歲 對 當然 所以 所以 因為那樣的關係 所以 我覺得反而 《道德經》比 我的選書裡面的任何一本 對於六七歲的小孩來講 《道德經》比較好讀 因為它裡面不需要你的額外生命經驗當作先被執行 那 而且你也不需要去 好比想說去過獨柏林 對不對 就算你不需要去過那裡 那個 那個才發生意義 《道德經》幾乎沒有畫面 它的畫面就是 輪子中間挖空啊 還是 就是什麼一個陶土中間挖空變成碗啊 還是什麼 就是那個是你任何一個六七歲小孩在家裡就有過的生命經驗 它裡面並沒有用到任何就是 就是當然它有時候會說 就是什麼在田裡面什麼騎馬打獵 那個可能已經很遠了 但是除了少數有講過田裡面騎馬打獵之外 其他的部分大概都是不需要額外生命經驗就可以看懂的 但這個六七歲的閱讀經驗是陪伴你 一直以來有陪伴你 以至於你現在要選書的 我們重新把這本書從 對對對 當然當然 而且因為對我來講它也是詩啊 就是說它 把複雜的 把未知的 尤其是那種 處於那種未知的狀況 就是 惶惶惶惶其中有像 的那種東西 表達得非常好嘛 對 如因而之為害啊 等等 就是它有一些比喻的方法是 就是在它明明知道這些概念不可能講清楚 這情況下 但是無論如何 還是就是讓你覺得說 喔這樣我可以了解到說 它在走路的時候好像是在結冰的這個地面上面走 它到人家家裡的時候好像客人一樣 等等的那些很就是直白的比喻 那對六七歲小孩來講 這些都有意義嘛 那所以對我來講 我想 這個也是 後來我發現說 我去看它的很多藝本 像我 主要會使用的是那個 樂懷恩的那個藝本 那對於 就是 不是以漢語為母語的人來講 我覺得樂懷恩那本 藝本 雖然樂懷恩其實不會中文 但是它保留了 我覺得最大程度的保留那個詩的感覺 你看過這麼多一本 對對對我看過大量的一本之後 對對對我看過大量的一本之後 那其他幾本就是 像邏輯哲學論 對 那 邏輯哲學論我應該是 十二歲看的 十三四歲做科展的時候 大量使用 因為那就是我 國二科展的題目 就是想辦法讓電腦能夠去 就是演算邏輯哲學論裡面的這種自動推導 的這種邏輯啦 就是人工智慧的工作 那邏輯哲學論可以說是 當代就是包含我們現在叫做 布林邏輯的東西 或者是我們叫做 就是建構式的邏輯等等 基本上寫程式的人 大概很少有人能夠說 邏輯哲學論裡面的東西沒有影響到我 這樣子 所以對我來講 好像就是尋根溯源的把我 已經很會寫程式 但那主要是技術的部分 後面的那個思想的層次把它放到說 原來我們寫程式的這一套 現在叫做運算思維的這個東西 原來也是一種理解世界 架構實節 建構自己跟語言關係的這種方法 那所以這是十四歲 那我十五歲就中錯嘛 然後就跑去創業啊 十六七歲跑去大學旁聽啊 那那個時候就發現說 原來維尼斯坦自己推翻了自己的理論 那那個就是哲學探索 所以那當然後來還是 有繼續看他的一些手稿嘛 就是藍品書什麼的 那所以就是這個對我來講也是很重要 就是說他告訴我說 所謂意義就是用法啊 或者是後來往詮釋學就是真理與方法等等 我大概都是從後期維尼斯坦的那個角度 去接觸到他 所以大概是真理與方法 我應該是十七歲 十六七歲 對比較認真的在看 那當時是有人帶那個正大的張鼎國老師 他又開這門課 然後又去他的課上旁聽這樣 對 就作為十六歲 你那時候課展十三十四歲的時候做課 對 用到我都幾歲 對是的 我還蠻好奇 那個時候課展 有沒有可能會出一下 你剛剛胡說的選定這個題目的 對 你想要去理出社會的有一條 社會的SOP或者是法 也不是SOP吧 就是說 他大概就是我們現在會說 是人工智慧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就是 我當時課展題目叫做電腦哲學家 那大概就是去給他一些關於世界的描述 然後他自己去告訴我說 那這些世界描述能夠引到哪些結果 以及不能引到哪些結果 那當然就是現在叫做Proof Assistant 就是幫助數學家證明他的公式的這樣一種電腦工具 但是當時當然因為我就是 就是資訊工程能力並沒有好到那個程度 所以並沒有寫一套完整的這種形式邏輯的理論 主要還是把最最基本最簡單的就是 從三段論法開始的一些古典邏輯的這些東西 然後想辦法讓電腦能夠來進行推論 所以你說我為什麼想要做這個 大概就是因為我不確定我看懂是真的看懂 我如果看懂了能夠寫成程式讓電腦能夠執行 那我還才真的一定是看懂了 因為我等於是可以把它用最簡單的話再講給電腦一次 所以又一點就是check my understanding 就是確保說我看懂不是我自以為看懂的這樣子的意思 這個是我們哲學類我們現在有談到政經相關的 像世界史的結構 對 對 對 是 這三本書 是是是 對 好啊 那我應該這三本書裡面最先接觸到是憤怒與希望 那當時是因為它的前一本就是溝通的力量 就是我非常喜歡的一本書 而且當時我的工作就是在Social Text 設計在就是一個大的團隊內部怎麼樣運用一些社群媒體式 以及像維基百科那樣子的東西 來確保說大家能夠在一面工作一面就累積一些經驗跟知識 給後面進來這個團隊的人能夠了解 就有點像我們現在在用像Slack這些工具的這些用法 那在這裡面Communication Power這本書 它很好地解釋了就是從一個人的心理對什麼東西感興趣 怎麼樣子組織起來變成網絡 網絡跟網絡中間怎麼樣透過交換的力量 來讓兩個網絡都能夠彼此更加有力量等等的這些 關於我們正在設計這一套 後來叫做New Power 有另外一本書專門講這件事情 那在Communication Power裡面Castell's大概就已經講得很清楚 不過因為那本書沒有中文翻譯所以我沒有推薦給你們 那但是Outrage&Hope可以說是Communication Power的一本應用的書 Communication Power是它的理論 那Outrage&Hope是它對於佔領華爾街也好 或者是當時全世界的各種各樣子用網絡所組織出來的新型態的沒有特定的大台 或者就算有大台因為大台數量真的太多 所以就好像沒大台一樣的那種社會運動 那它用它Communication Power裡面的理論去進行了分析 然後告訴大家說其實重點不是它佔領的那個訴求有沒有達到 而是說在佔領的過程裡面 人們經驗了一種新的互相理解並且做出決策的形式 那所以那本當然後來我看了之後 後來在參加2014年3月的就是佔領事件的時候 就是很有意識的當時我自己就已經翻譯了一部分 而且也會分享我翻譯的部分給網路上其他的人 就很有意識的在應用這個到我們當時在就是2014年3月的時候的行動裡面 所以翻譯也是參與的一個方法 對所以這個等於是有接近指導作用 可以是可以這樣子說 那然後從那個當然就接觸到秉谷嘛 因為秉谷它的訴求是說不是只有在佔領的那個當下 或者在類似於佔領者的空間 它希望整個世界都有一種好像普世性的宗教一樣的某種新的想法 可以讓大家對於不特定人又是沒有對價的方式 能夠互相交換成為交換模式X 那這樣子的想法當然就是把communication power的這個 把它變成了一種好像政治倡議 或我不確定它是倡議啦 就是因為它自己有去弄association movement 所以就是一方面實踐一方面預言 這樣子的一種行動 那所以這個是一脈一相承的 那又到更後來 因為出現了就是分散式帳本技術 那首先是中本聰 但是中本聰就最近沒有寫書 我們也不知道他到底跑哪裡去 所以後來有一個叫以太方的就是Vitalik Buterin 那他在2016年又來找我 所以後來我就發現說他的興趣就是在以太方的這個社群裡面 等於提前的去用我們現在叫做市場設計或機制設計這樣的方法 去達成類似於交換模式X的賓鼓的這一方面的一個工作 所以應該順序是2014年去使用 我在20可能1213年就看到的Castell's的分開與希望的網絡 然後到大概2015年的時候是看世界史的結構 那然後到1617的時候開始跟Vitalik 然後後來跟Glenweil開始認識 然後接下來才認識到基金市場這本書 但是這三本對我來講是一個整體 就是你剛剛說到的那像這樣 對對對 補充一下 所以對你那感覺上是那個證監相關的書 感覺是近期期嗎 這幾年啦 對啦 然後哲學等於是你小時候的根基 對啦可以這樣說 就是家裡比較多 相關的書籍 對對對 對對對 沒有我真理方法是因為去旁聽張立我老師的課才買 那也是求學時期嗎 但是就是十六七歲嘛 你是求學時期嗎 對是這樣 所以我可以說哲學這部分是建構你思想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絕對是啦 絕對是啦 那其他文學的部分 那就是在這兩個中間的那一段了 對 OK 其他文學這部分有可能對你來說是相對放鬆的嗎 比較多有理性的可以活絡的思考的這部分 對 不過這三本的複雜度絲毫不順於這些哲學書籍 對 對 這樣你有可能在閱讀當中或者休息或者是 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那就是你在思考腦中思考這個 那就是你速度看慢一點就好啦 對 那這三本書也可以動教一下 好啊好啊 應該是同一年讀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也讓我看到說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思路 各種各樣不同的可能性 不是只有我小時候習慣的那幾種文化 外面有非常非常多種文化 所以這是很好的一本入門書 那是拓展文化視野的其中文化 確實是這樣 確實是這樣 對 然後那當然在後來也是拓展文化視野的就是金陵寶鑽嘛 金陵寶鑽應該是二十出頭的時候 看的 他跟芬妮跟首領驗是同時看 對 那兩個都是就是看原文 那金陵寶鑽如果不看魔戒大概是不容易看懂 對 所以我應該是魔戒跟金陵寶鑽差不多同時 但是因為金陵寶鑽實在看不懂 所以先跑去看魔戒 魔戒大概都看得比較熟了 回去看金陵寶鑽就很容易理解 對 就非常豁然開朗 那金陵寶鑽為什麼我推薦那個而不是魔戒 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金陵寶鑽它更有一個詩的感覺 就是你在看金陵寶鑽包含中文的翻譯的時候不會有一種它在說教 魔戒有相當多說教的段落 就是什麼聽說他們拆走了家鄉的紅磚漆上的水泥牆的就是反對工業化的那些東西 但是在金陵寶鑽裡面比較沒有 對 那所以我覺得它比較普世吧 比較不是一個特定的工業化時期或特定的一次大戰或二次大戰對它的這種反應 所以才比較推薦這個而不是魔戒 那Finnigan's Wake為什麼讓我很著迷這個 我剛剛已經差不多講完了 不過大概原因也就是差不多的 這三本書都有一個特色就是它是沒有要說教 它沒有特別的指趣 它並沒有特別覺得說你看了之後一定要帶一個什麼 什麼人生的什麼禮物走啊什麼東西的 就是你看到什麼就是什麼這樣 那本書又給你不同的文化自己 對 是 然後也有你剛剛說到失業成分在裡面 對對對 那Finnigan的手銀這個部分 你剛剛就是跟金寶斷有類似的東西 對 也是類似的年紀看的 對嘛 好奇的一件事 不知道你不能 對你來說對於書的記憶應該都蠻神的 對啊 因為Finnigan的手銀 我不是說實在我國庫 我現在翻過但是我沒有辦法理解 它裡面有一個東西在看完之後都會談到的 就是理想失眠那件事情 對啊 所以可以聊一下書裡面理想失眠 可是我沒有這個問題啊 對 這當然是一個文字遊戲啦 就是說Finnigan's wake 就是你不睡覺嘛對不對 就是你要醒著去守靈嘛 所以當然會有這種這種概念啦 對 那但是對我來講 因為我覺得因為我是把它當樂譜 就是我剛才其實有默念一段嘛 對 它因為中文翻譯本 其實裡面有附原文啦 所以我就是把原文從就是 River on Past Evan Adams François River Shore to Penelope 其實有一段它打一個括號裡面 字非常的有節奏 那個就等於是rap 就是它本身這個樂譜會引領你進入一個 好像就是說唱的那種環境裡面 那如果你想要去索引它 那一定是會失眠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感受它的那個音樂性 那我覺得它是很舒服 而且絕對不會失眠 就是念一念就可以睡著了 對那我有一陣子是我自己寫了一個對話機器人 就是醒來會 我只要在那個聊天頻道 叫Pearl的那個頻道 我只要打River run 然後那隻機器人就會從 Finnigan手錦院裡面 亂數的挑出一小段來 你又寫了一小段 對對我寫了一小段 亂數的挑出一小段來 然後我那一天就醒來的儀式嘛 就是去看那一小段 那因為就是有一個 Finnigan's Wake的 事實上不只一個 但是有好多個索引網站嘛 就是它會把裡面的每一個 就是跟字典禮品法不太一樣的字 你只要點按下去 就會展開成它想要傳達哪三四個字的意思 對所以它變成一個 我一天只要這一小小段 有點像 最像什麼解籤詩啊 就是那個籤詩抽出來 然後稍微把它看懂 那其實也就是這樣子而已 因為我並沒有想要連續的看它嘛 我就是有點像說 也很少有人說我一天的功課 是把易經從頭到尾念完 大概不是這樣子 它的使用方法可能不是如此 所以如果你打算從頭到尾念完 那想必是要失眠的 但是因為我一向都不是這樣在用這本書 那為什麼為什麼 剛剛有提到這邊 但是我有一個部分想要很充分一下 就是因為這次是配Logan部的那個 二次學書的部分 那我可不可以請教你 就是就一個讀者 而且你看到一本全新的書的時候 你能夠把幾個方向去判斷這本書 就是會讓你想要拿起來看 進一步去閱讀 就是它處理的這個主題 主題是我已知的還是我未知的嘛 那你會心 對 剛剛你剛剛說話 就心向於未知的 對 就心向於未知的嘛 我如果已知的 那我就不用特別看了嘛 那但是即使是我已知的主題 同樣的如果它處理的非常有層次 以至於我打開一頁 我沒有辦法一下知道 就是它的主要的意思是什麼 那這個我也會有興趣 就是它小題可以大作 對 所以它如果又不是未知 又不複雜 我可能就不太會花時間 所以作者什麼東西那個不會影響 完全不是重點 謝謝 那個可以嗎 我想問一下剛才演員 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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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還是三幾歲的時候 ести 還沒有 我們沒有很確切的記憶 但是應該是讀小學以前 所以應該是六七歲的時候 好 可以嗎 形容 謝謝 好